來吧 全是畫面OK嗎 一定OK啊 我相信你站在線的專業 大家好我們是The Lone 我開頭說大家好 我得心路開始 來喔 預備 好 來 三 二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各種同學 我是一千 我是原位 我是Romi 我是俊俊 我是俊俊 大家看表題進來應該就知道 今天是俊俊你的畢業日 沒有在認識 我只是通常不說 就讓俊俊跟大家講一下 整件事情的 始末 我要離開各種同學了 原因呢其實蠻複雜的 但是呢就是 我希望大家不要太難過 其實我的離開可能也是 就是早晚有一天會發生的 因為陪伴了各種同學 跟大家就是有六年的時間 就是真的是很久的時間 我沒有跟觀眾說過 因為這說出來感覺很不專業 就是我自己對於做編劇啊 或是流量啊 或是做影片剪輯什麼的 是比較沒有興趣的 因為我就是喜歡畫畫跟設計而已 因為就是我本身的不喜歡 跟就是會容易有個瓶頸 而且那瓶頸可能是過不了的 選擇離開 可能對我自身跟各種同學的發展 反而是一個轉變 那它可能會變得更好 然後我個人呢可能就是會回到 我自己的興趣上面去發展 比如說像我現在就有個繪畫帳號 那有興趣想要繼續追蹤我 後來的發展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IG 然後可以放在下面 我覺得大家比較難 有機會在各種同學 在一個頻道上認識 我們每一個人很真實的狀況 因為我們是在做戲劇類型的表演 我覺得也藉這個機會 讓大家知道其實俊俊很會畫畫 也讓大家知道說 其實我們每一個成員都長大了 對我覺得是這件事情 就是每一個階段 各種同學都有不同的意義 比方說從一開始是做戲劇嘛 那到後來開始慢慢的 把各種同學從學校帶到家裡面 或是帶到戶外的場景 有很多不同的嘗試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火花 那我們的分工是這樣 就是我會負責一直在想 我們接下來要做什麼 或是我們下一步可以做什麼新的嘗試 然後只要有做了新的東西出來 新的節目 新的戲劇 新的系列 就是我就會開始教育 我會或是俊俊怎麼去複製 所以其實每一個人都是各種同學的編劇 然後每一個人也都是各種同學的剪輯師 就是你們可以看到 每一個時候各種同學的影片 好像有的時候 這一集字母比較大 那一集字母比較小 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是剪輯師 然後我們都有自己的風格 所以剪的時候就會有一點 欸好像有一點些微的不一樣 那每一集我們在分工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看不出來 大家看不出來嗎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很可貴的是 我們喜歡一起做這件事情 就我覺得真的支撐著 我們一直做到現在的就是這件事 沒有別人 因為老實說跟我們賺點錢 從來就養不活我們每一個人 對 對 柔梅還是要很辛苦的 早上去做中醫診所的護理師 然後晚上去酒吧打工 然後之前也要讀研究所 然後想辦法去思考 不做共同學的時候要做什麼 對 就是他有 都要有自己的規劃 跟去想好 哪一天真的 共同學結束了的時候 每一個人也可以做些什麼 我覺得剛剛讓大家自己講好了 對不對 聊一下近況 不然我們也很少機會在頻道上 會不會聽到睡著 會把它簡單講 簡單講 三句 第一句 他用完了咧 我在讀化學所 未來想要進科技業 搞不好有一天我也會離開 不要太想我 我白天在中醫診所上班 晚上在酒吧打工 然後 好累 要死掉了 我已經很累 快死掉了 還很容易做這種同學 但是我真的要放棄 就看能做到什麼程度 大家繼續支持我們 然後喜歡我 請來追蹤我的IG 跟我聊天 不要在那邊說什麼 我們都不會互動 你又不跟我聊天 我跟你互動個屁啊 我第一個是 未來有可能會去北部 念藝術治療研究所 但是考不考得上再說 然後第二個是 未來想開一個自由畫室 就是非常未來又未來的事情 現在在一個補習班兼職 對 然後我有我的繪畫帳號 大家也可以追蹤一下 OK 要四句了 對 要四句了 對 要四句 這句會剪掉 對 不行 這句不可以剪 好 那我的話就是 以後的主力還是會是各種同學 因為畢竟就是從我開始召集所有人來做這件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 跟我同學以後會開始有一些不一樣的內容跟規劃 因為以往我自己會有個包袱 是我希望跟我同學可以很專心的做戲劇 我很愛戲劇 我愛演戲 我愛編劇 那但是 畢竟就越來越少 可以演的東西也會越來越少 之後 我應該會跟柔妹一起 把這個頻道做得更多樣化 我們還有很多的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可能比方說像被家暴的經驗 或是我的人生當中被霸凌的經驗 或是我覺得很多事情 我其實很想透過戲劇或是這個平台 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 各種同學一直讓大家喜歡的原因就是有共鳴 我覺得開心的事情會有共鳴 那難過的事情或許也會 我一直在呈現那些比較歡樂或是開心的內容在戲劇上 其實我有很多 在這一段創作過程當中 我也有很多很負面的時候 那不瞞大家說 有一段時間我憂鬱症很嚴重 我有一天 我記得我那時候很嚴重 我跟我前任分開的時候 那時候是我演憂鬱症最嚴重的時候 然後我在IG上面大崩潰 因為我覺得我活不下去了 然後我就錄了很長的線動 然後很直接的就跟大家講 就是我現在的狀態很差或什麼 那時候有很多的觀眾 當然有一些鼓勵的聲音 那也有一些人是跟我說 他現在也很痛苦 我當下我沒辦法幫他 但是我覺得我這段時間越來越好 我希望這個幫助我越來越好的力量 可以傳遞下去 就其實我覺得大家都很辛苦 在這個過程 不管是從小 十七歲那時候第一年做的時候 面對的 真的是一個長大的過程 高中大學到現在出社會 我們跟我們同學陪著我人生六年 我才二十三歲 我人生有四分之一的時間都在做YouTube 就是這樣六年走過來 我們真的是已經很厲害了 我們每個人都已經很厲害了 因為想想看 十七歲的時候你在幹嘛 沒有啦 不是沒有在幹 就是想要炫耀一下 我十七歲滿厲害的這樣 而且我覺得我們很可貴的一點是 我們會一直找目標給自己 一開始做短劇嘛 那後來我們開始做 比方說會有一點劇情的東西 或是新聞 或是不同的形式 不斷嘗試 對啊 那到後來從一開始很單純的分享快樂 到我們真的進到學校裡面去 然後帶著學生一起做影片 不管是當老師也好 或是當學生的角色 我覺得如果沒有各種同學 我的生活沒有辦法這麼豐富 沒錯 我覺得各種同學 某一個程度上 其實都帶給我們每個人一個目標 跟一個信念 所以我覺得他在我的人生當中 有某一個階段 陪伴了我 然後有了很好的回憶 然後跟有很多的觀眾認識我們 就是對我來說 這就已經是一個很棒的一個過程了 各種同學就是 就是永遠存在在我們的心中 就是當我只要招募我的愛的一些人 他們是走到他們自己喜歡的道路的時候 我就永遠都給予支持跟祝福 希望他們開心快樂就好了 真的很鄭重 我謝謝你們大家 我覺得在做各種同學的過程當中 很常會崩潰就是 對 哈哈哈哈 這倒是真的 我很常會崩潰 因為我真的太看重這件事情 其實前一段時間 君君傳了一封很常的like 真的很長一篇 花了很多時間來看 他進了一個小論文給你 他想盡量說清楚啊 我知道大家沒有辦法真正的理解對方 但我們可以包容跟尊重跟愛對方 對 然後 所以我就盡量剪斷 我當下看完之後 我就先把那一封轉給我們經紀人 然後我把我該剪的片 或是該弄的事情弄完之後 我再來仔細的看 看完之後 我就打電話給君君 前面先問了一些關於之後的一些規劃 或者說 你有沒有先跟其他人討論過這件事啊 希望什麼時候把這些工作都結束之類的 講完之後我就大爆破了 我就大哭 因為我就 我就有太多的情緒 一下子沒有辦法 無法輸出 無法對表達或是什麼 然後 但就是我覺得回到一個點 就是我真愛你們 就是不管 不管 你們之後會去哪裡啊 或是 不管之後還會不會聯絡 然後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很難過一件事 因為 其實阿嬤跟其他人退出之後 我們很少聯絡了 然後我就想到這件事 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 我心裡面還是有很多的那種 很抱歉 就是 因為你知道阿嬤退出的時候 也是因為他健康的關係 他那時候長了一個 留在他的長線附近 然後 他好像因為做公共人物這件事情 讓他有很大的吸力壓力 然後 但是我那時候 阿嬤跟其他人退出的時候 其實我花了很多的時間 然後再讓他們留下來 或是什麼 就是讓他們 再待一下子待一下 再做幾集就好了 或是什麼的 我希望 就是有挽留 對 希望可以挽留 所以當我看到GYUN 也傳這個給我的時候 我其實想到很多一些事情 然後 但我這次我就沒有在做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 我覺得 他付出的夠多了 對 就是GYUN真的 GYUN真的夠了 很多時候其實 我們彼此之間都有一些默契 然後 很多時候 就算覺得彼此很靠北 或什麼 都還是 一直很包容對方 很包容 真的 GYUN真的很靠北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一個很靠北的人 對吧 我們這邊都很清楚 但是 就是 就真的很謝謝你們 不要客氣 不要客氣 不要愛你 OK 八個年鐘都好說 對 沒有來拍笑話 我們感謝我們 我們要感受到誠意 就是誠意 再講下去 這集要半小時 講不完 真的講不完 我覺得好多的事情 沒錯 那我們就會出個TALK系列 大家記得鎖定 亂插入一個嗎 直接變一個新系列嗎 他就 沒有 君君都走不了了 君君都走不了 我一直被我撩回來 對 沒有 就這次真的 君君要離開了 君君跟家離開 我講真的 我到昨天 我在整理那個包包的時候 我在想說 會不會君君要走 其實只是在整我 會不會我每天到 然後他演完 然後就突然說 你被整了 我昨天還在做這個幻想 然後現在在搭車的時候 我就聽那個君君跟雲威 在聊說之後的路 他們想怎麼走 我才意識到說 喔 幹好 這不是真的 你不是想問我們演拳套嗎 所以現在布條在哪裡 可以拿出來 你被整了 你可以拿出來 你知道 你剛剛講的 會讓我想到 我們那時候跟君君被整雲威 有 假裝焦 我們兩個在整我那個 我們不會很焦 但是 而且還不小心曝露一些八角 超好笑 就真的很愛妳 真的 不然我現在會踢不下來 而且沒有流鼻涕 不要 這樣子啦 你一定要提起來 我怕工作人物 每一次整人的時候 你們都覺得好像 可是整到後面就會覺得 有你們真好 真的 真的啦 整到這邊有你們真好 這個情形 因為那一次你知道 整雲威說是耳懷孕啊 然後我就覺得 雲威這是一個很好的朋友 哈哈 他真的跟同人 他真的跟同人 我會把我還在那裡 我會把我還在那裡 雖然平常 很告白這樣吧 我說很急急歪歪 很毛很多 這個不是的又不是的 但是發生很多事情的時候 就會覺得有你們很 在 對 讓我 嗯 他已經講不出來 真的 真的 就讓我 你不要停了 我現在努力抓在這邊去吧 你努力我了 痾痾 痾痾 痾痾痾痾 痾痾痾 痾痾痾 因為我們就是 一個秉持一個 很簡單原則 我覺得我們很愛對方 真的 對就這樣 我記得那時候 就整 剛剛之前講的時候 我馬上就想到 整原位 然後原位就說 就是我的愛 已經是那種家人的愛 然後我現在想到 我就覺得 我的家人都要走了 沒有啦 沒有 哪裡啦 真的 對啊 只是沒有一起工作而已 對啦 你知道 感性的起來 真的 就是你知道 想到我的真的家人多爛 然後我記得 喔 然後我真的有你們很好 我突然好像可以理解 好吧 真的 突然可以理解 嗯 好 可以做結尾了 那 嗯 喜歡今天的影片 哇 哇 喜歡今天的影片 怎麼覺得很 哇操咧 你這樣在琴了 很操控欸 很操控欸 喜歡 欸 你要這樣做 就跟大家說 追蹤我的愛情 對啊 為什麼你不追蹤我們的IG 他就繼續哭 所以今天無論如何 一定要追蹤我們的IG好嗎 不要等一下 對 不要再滑過去 然後所以一定要追蹤我們的IG IG會戰 IG會戰 IG IG 對 就繼續不追沒關係啊 對啊 這就是今天離開理由 你知道嗎 你們再繼續不追啊 沒飯吃就是會變這樣嘛 一個一個走啊 超火爆 超火爆 開玩笑 開玩笑 好 反正就喜歡今天的影片 記得訂閱 開大開啟小鈴鐺 對 分享留言 好像 如果妳講不清楚 但是就是這樣 對 隨便留言都好啦 留言個 讚讚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集 幫我們會 多做幾集 對 破兩千讚 再退一個人 沒有 沒有人退我們 就一個人加入 對不對 然後再退 加起來 不為了退 加起來不為了退 對 對啦 我們很愛大家 然後我們很愛彼此 妳說還是會繼續聯絡的 對 我那天在電話裡面 我就跟G說 我G推出的時候 不要不聯絡我 這好笑 妳很像分手女友 可以啊 當然可以 剛剛妳結尾 也許東虛社 我們後面還是一直都要接 對 對 那我們就聊到 那個相機自動關閉 對 對 好 我們都要結束了 對 好啦 那破一千讚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寫一下 好了 好的 好的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各種同學 是一千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回答問題 補習都坐在最後面的數據 好 就是爛 OK 就連家長常說也是爛的 講義爛的 回家功課爛的還被踩過 就連一樣的水果 不要再遲交作業了 不要再遲交作業了 我不想要我的辦事效率 被你們這些 垃圾好嗎 要不處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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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不其麥克筆的水 那是你們自己試啊 再加不出來就不要這樣 學習開始的時候 我就把作業發給你們了 是你們自己把自己擋掉的 是你們自己把自己擋掉的 還好 不準備 performing 不要 妳要不要 妳要不要 給我 120 120 謝謝 начала 我要回憑你啊 你基本上是 好難受 請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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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同學球你看你的訴求是什麼 所有的老師都要主持下課 校長也要出來面對 對 不然我們不會停止辦理 我沒有說校長 而且他怎麼可以這樣 你不要不要幫我訪問啊 謝謝你們 跟著我們一起走了兩年半 你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記得按訂閱 分享 按讚 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部影片不見 拜拜 等一下 我們要穿制服 我們拍個畢業的照 還有一個坐這裏 三二一 等一下 好了嗎 所以要畢業嗎 你覺得留下經驗就很開心 好 三二一 我會有多少 我會看過 我會看過 金貞 你的照片 這樣 之間 都会不容忍 光 今天 太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